嗨我是Kokuma 然后台湾又有传虐婴事件 为什么这些拖婴中心 它的虐婴事件真的是有争无解 不断的发生了 那其实我一开始我在日本的时候 我是把孩子放到 两个孩子就放到日本的所谓的保育院 日本有两种 是一个叫做保育院 一个叫做幼稚园 那我的孩子 第一个孩子 我就要放到日本保育院的时候 因为在台湾在坐月池的时候 我看了太多太多虐婴事件 以至于我放到日本保育院 我都很害怕说 我孩子会不会被虐待啊 什么之类的 可是发觉我放进去之后 日本的整个保育体系 让我非常的安心 而且在日本啊 我这几年来真的很少很少 因为我会特别去看这些 因为你知道妈妈吗 一定会注意到这些新闻 虐婴事件真的是很少听到 有孩子可能保育院有游泳池 然后孩子不小心 你比是有的 那在日本光是过失 不小心造成孩子的死亡 都已经判赔6000万了 那请问在台湾呢 那更何况在台湾 他是故意虐待致死的话 这是我觉得根本就是杀人罪了 台湾的法官你们判了多少钱 那为什么日本人可以做到这种 没有这种所谓的虐婴事件呢 所以我就想说针对他们软婴体的设施来做比较 我不敢保证就是这几个条件造成虐婴事件那么多 我真的不敢保证 就一些现实客观的条件 我们做个比较 也许能够帮助台湾的这些虐婴的体系 做一些改善 然后让这些虐婴事件真的减少 首先先比较所谓的第一个 幼教人员的资格 我们来看台湾的部分 我们来看内证部公布的所谓的幼教人员资格 它是写说以下有两个 这两个条件只要符合任何一项都可以 第一个取等保姆资格证 第二个高中幼保科 家政科 护理科 毕业的就可以去幼教老师 有人知音台湾的保姆执政是不是太好考了 还有什么是家政科 家政科 保护孩子家政 然后我们来看看日本 日本有两种托儿体系 日本是零到六岁 幼稚园是三到六岁 那其实保育院的照顾的时间很长 可能早上我们是七点半就送去 然后可能下午是五六点把他接回来 然后通常这个保育院是给双薪家庭的父母 托儿体系 保育院跟幼稚园在大学要念的专门课 幼稚园其实是比较严格 他一定要经过就是所谓念的幼教课 专门课的学校 就是所谓的大学 或者是就是短大这类的专门学校 然后毕业后取得证照 一定要取得教师资格 幼教科的教师资格 才能成为所谓的幼教师 保育院因为现在目前非常缺的关系 所以它有稍微松缓一点 就是你一定要去念完高校之后 你再去念专门的大学 如果你不想考所谓的保育师的执照 你一定要考到短期的大学或者是专门学校 经过两年或四年专门的训练之后 才能成为所谓的保育师 所以就是一定要经过专门所谓的保育科的专门训练之后 才能成为所谓的保育师 相对于台湾呢 只要念过家政科就可以当儿中心的人员 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觉得无法理解 所以我去看了一个PPT的一个 PPT的情谊 家政科系未来的工作 它本身是家政科的 它说家政科就是什么都学 但是没有专精 大致就是工艺插花 家庭理财和料理 我觉得有点让人很担心 那比起日本它是专门的保育科系 就是专门学了怎么去照顾孩子 至少经过两年或四年的一个体系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 老师和幼教的配置比例 日本它分的很细 就是你知道日本就是什么都很细 零岁儿 因为零岁他们觉得每个孩子的阶段不一样 所以零岁儿的话是三比一 就是三个婴儿对一个老师 然后一到两岁是六比一 然后三岁是二十比一 四岁是三十比一 这样的一个比例 那通常虽然是这样的比例 你绝对不可能看到一个教室里面就一个老师 一定是好几个老师 然后对好几个小孩 之间可以互相合作 看到台湾它的资料好像没有很多 它就写零到两岁是五比一 然后零到两岁归为一区 零岁的状态跟一岁跟两岁状况是完全不一样 怎么可以把零岁两岁分成一个区块 零岁一间房间 一岁一间房间 两岁一间房间 然后专门的就是通常现场都 起码有两个老师在现场 如果孩子更多那老师就更多 孩子真的太少 他可能就会把一岁跟两岁并在一起 让老师一起可以支援 你知道 在零岁的教室它是一个人一个小床 所以它有一个自己的小桌小椅子 自己去吃自己的吃的东西 每个教室是有这些小马桶和小洗手台 然后它会要求你孩子不要穿连身衣 而是T恤也有T恤可以自己脱起来 因为他从一岁两岁就开始训练 慢慢训练让孩子就是自己自己去上厕所 坐在小马桶上然后自己去洗手 教室里面它的小马桶啊 小洗手台就是隔一个小木板 就是你不用出教室的门 就直接可以转了身在后面 就是这样自己到那个小马桶洗个洗手上厕所 他一整天的一个设计 就是七点半登月 然后早上的温检查 四整是看孩子身上有没有什么赞心啊 九点半唱歌啊 还有Teasobi 那Teasobi其实在日本的这个保育院里面 是一个蛮重要的教育 吃点啊 就是去户外玩啊 散步啊 然后马来街的时候 也会跟他说 今天因为怎样发生什么事 他撞到哪边 Schedule为什么要讲 因为他其实每个时间段 都给老师很充足的时间 去做每件事情 而不是非常赶 那老师们也是相互交替 相互support在做这件事情 让老师在照顾孩子的时候 是不会有任何压抑的 那说到环境呢 日本的环境 日本保育院环境就像上自然课 孩子的活动不是只有室内 也会去室外放风嘛 那日本的保育院大部分在公园的旁边 他或者是会有一个小庭院 然后会有种花种草 然后还会和孩子一起种蔬果来吃 就是孩子是参与这个种蔬果的这个游戏 孩子克服他自己很不敢吃的东西 因为他经过收成然后去栽培之后 那孩子会觉得对这个东西产生兴趣 然后他会种蝴蝶 什么叫种蝴蝶 因为我就看到老师有一天拿了 柳橘类的树枝 然后让那个agehacho 让他残暖 毛毛虫结咏羽化 那个蝴蝶在结咏 我真的非常的惊讶 而且不只一个是好几个 然后还有养秋行虫 就是你看那个秋行虫 在泥土里面这样白白的 他都会在那个保育院里面展示给你看 孩子是每天都在摸虫啊摸沙子啊 对你有时候回到家之后 然后妈妈就是翻开孩子那个口袋嘛 然后里面想说有什么沙沙的垃圾拿出来 就一翻是压扁的虫虫 他们真的非常清清大自然 然后很爱玩虫 那夏天玩沙磨虫 夏冬天就堆雪人 就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的活动 什么茶道啦 或者说这个季节日本人要吃什么浮卷嘛 那浮卷寿司 他们一起做浮卷寿司 为什么要出浮卷 为什么要这样子做 文化的传承 抱歉有离题了 那简单的来说 就是说他不是一整天关在室内 让那个老师 我觉得如果你一个妈妈跟孩子 一整天在室 你也觉得很烦卖 你一定要带到公园去放风啊 那不只老师压力大 孩子压力很大 老师他一直想新的花招 那其实日本人 他们日本的保育员 他一整年就是固定那些行程 比如说要吃浮卷啊 那个丢豆子 鬼出去福进来 这个活动也一定会做 就是每一整年的行程都是固定的 老师来讲真的是也比较轻松 因为减少一直在室内的压力 过日本的保育员今天都是在住宅区哦 不像台湾啊 好像就是车水马龙 车水马龙车那么多感觉 大家觉得挺危险的 就是台湾的保育员 好像都是那种透天里面 或一个大楼 然后好像没有多余的空间 去注重这些庭院啊花草 除非你去送到那种很高级 很昂贵的吧 他们觉得就是学龄前的孩子 就是让他们自由的玩 不要搅东西 我家的老大Gaku讲 就是在刚送去 差不多四个月就送进去了 老师就是有约谈 我发觉Gaku在睡觉的时候呢 五岁睡觉的时候 他好像呼吸会停掉十几秒 然后老师说希望能医院看 然后后来给医院看之后就 说啊这要开刀 他们真的在这个孩子 在像呼吸猝死的之前 他们非常的丧心 然后包括我们孩子 算是也被他救了 他们真的是非常认真的照顾孩子 因为他们怕孩子 猝死在他手里面 他会有责任 所以就建议我们去做检查 那其实也不是说 日本的保育院是做的多好 这些条件给台湾的一些 兔额中心做参考 然后希望能够减少这些 因为兔额中心虐婴 然后造成孩子死掉的问题 因为你身为一个妈妈 看到孩子被虐待死掉 真的是非常非常难过的事情 那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请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分享更多 你不知道在日本咯 拜拜